创意比赛近在运动 最高已经来到9202 上涨了69点的一个幅度 那在这个地方 当然大盘在接下来何去何从 在谈大盘之前 我们先来解答一下 昨天有一个观众朋友 这个利用我们的咨询电话 要来询问一档股票 所以这两天蛮红的 是这个新航的一个集团 应该讲国产集团底下 有转投资新航的中保 中兴保全这家公司 问说 这个新航现在要进行 这个所谓的一个解散了 会不会这个新航变壁指之后 他手上有中保 那时候想说 这个要做长期投资 要来做存股 可不可以 现在股价大跌了 要不赶快跑 那这个部分 我先跟大家来做一个 这个简单的一个回复 那第一个就基本面上来看 当然中保 它是蛮有名的 所谓的定存概念股的一个 这个标准的一个定存概念股 以去年EPS4.68来看 今年前三季也达到了3.16 都还算是蛮稳健的 那每年配息大概都有3块多到4块钱的水准 所以呢 都保持这个水准之下 很多人都习惯说 买一档股票 每年来配息配息 领那个现金股息 这个部分的确是比这个所谓的定存来好了许多 那重点是 这时候呢 传出来它转投资的一个新行 持有它10%的股权 说要解散了 那这个部分对中保会不会形成冲击 这个部分 我先跟大家强调一下 我的看法跟其他人不一样 很多人都认为说 哎呀 这个新行要解散 中保是它那个 这个有投资它10%的股权 所以呢 一定会受到冲击 我看法 短线上看似利空 但其实就长线来讲 反而是一个利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 要强调 所谓的新行 它在做的叫解散 解散并不等于所谓的破产 什么叫破散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说 现在这个新行 就是以前的复兴航运 这个当中 持续的一个亏钱亏钱亏下去 亏到最后 这个净资产的部分 已经大 已经比这个 负债来得少 就是 负债已经比资产来得多 这种状况之下 公司当然就这个净值低于零了 就会变成破产的局势 到时候呢 公司就算有资产 拿去拍卖 还完债权 也没有剩下东西 股东是一毛钱 大概都拿不回来 这是所谓的一个破产的状况 那解散呢 解散不一样 解散以目前来看的话 新行我们会看到说 它这个美股净值 现在其实还算蛮高的 至少有这个7.59 当然美股净值并不代表说 这个清算完毕之后 可以剩下的钱 毕竟你的飞机 因为缺钱 要拿去拍卖 一定会要打折 那7.59 打个折 打对折好了 打对折也还有三块多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三块多 到时候 这个 把这个所谓的债权给清一清 这个资产拍卖完之后 剩个三块多回来 股东的部分 还可以再分配所谓的剩余资产 所以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虽然说到时候 一定会提列一些所谓的一个损失 造成可能第四季或是明年的一些 获利数字受到一些冲击 但毕竟新行如果让它持续亏下去 一季亏的9亿多 到最后真的放到最后变破产 什么都拿不到的情况之下 不如早一点让它做一个解散 所以我认为说 对中保来讲 短线虽然会有一些冲击 但长期至少不会让它 持续的一个造成业外的亏损下去 到最后 就中保本业至少是赚钱的情况之下 对它长期不一定是个坏事 反而是个好事 那技术面上来看也特别注意 之前中保量都不大 大概只有这个 想要买定存股的人会去买它 那可是倒是利用昨天新行 说要解散的利空 爆出了这个2000多张的一个大量 那利空爆大量 还留了一个长下影线出来 今天再做一个探低 这都可以去想一想 谁会在这个有利空出来的时候会买 大概都不是一般的散户嘛 所以我倒觉得说 这个陈小姐手中的一个中保 当然我说 要说它能够去大涨上去 当然也不太可能 它就是一个定存股嘛 可是呢 要去杀低吗 我觉得倒也不用 就这个长线来看 还是蛮安安稳稳的情况 本业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要把它拿来当作存股 继续存着 这倒是还可以 我是给这个 关心这个中保的投资人 也一些建议 好 那回来继续谈 谈这个盘式 今天指数 又继续的涨 涨到多少 涨到9202了 涨69点的幅度 那这时候 当然很多人都奇怪 不是说川普当选了美国总统 要崩盘 怎么不但没有崩盘 反而现在持续的大涨 已经来到9200了 再涨一涨 哇 会不会又来挑战 9399的一个新高 会不会要攻上去 其实这个部分 不用奇怪 我相信各位投资朋友 尤其如果是我的会员 对这个行情 你会发现 居然完完全全 都在县荣老师的掌握当中 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你会看到11月4号的时候 我就已经特别定领 所有会员朋友 观察美国的选情 你不要相信报纸所讲到 希拉蕊当选会涨 股市会涨 川普当选会崩盘 你要记得 当市场大多数投资人的时候 看法一致的时候 反而要注意反市场操作 也就是万一川普当选 卖押出笼 跌个一两天 这反而可能是一个 人气我取的好机会 对不对 那包括了 在这个川普确定 当上了美国总统 造成台北股市 哇 急杀 三天之内 两度中错了200点 这是11月11号 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那天指数盘中 一度又中错202点 收盘大跌194点 对不对 收盘指数收在多少 8957 盘中最低 杀到8879的位置 那那天 我还特别叮咛所有会员朋友 恐慌性杀盘过后 现在台北股市 在这里 已经有成功 杀盘取量的效果 量的趋势开始转强 那筹码面 融资油又比7203的受还低 指数回测半年线 半年线也持续在上扬 大盘看似弱势 技术分析来看 已经在做什么 酝酿一个大反攻 所以都还叮咛投资 朋友还记得 11月11号的时候 特别叮咛大家 当别人在恐惧的时候 要懂得贪婪 对不对 告诉大家 行情跌到半年线以下 反而又是一个人气 我去又要展开 大反攻的机会了 那现在行情 你会发现 是不是几乎就完全按照 我们规划在做进行 一开始先做一个还涨 那还涨之后 这两天开始几涨了 昨天盘中大涨了120点 今天目前又涨了60几点 两天加起来 这又涨了100多点 对不对 行情几乎都在 县荣老师的一个规划 以及预期当中 那这个部分 其实为什么要这样 跟大家做规划 跟预期 这个预测呢 最重要就是提醒投资朋友 很多人在股市当中 做股票做了很多年 结果都赚不到钱 为什么赚不到钱 输家常犯的错误 就是这样 凭感觉在做股票 大涨的时候 感觉很好 赶快追 大跌的时候 感觉好害怕 赶快杀赶快空 结果当然老师追在高档 杀在低档 老师做错误的决定出来 所以感觉 我说都是错觉 会害你做出错误决定 对不对 那要摆脱这种宿命 该怎么办呢 当然我会去强调 重点 你就是要运用好技术分析 把技术分析的功力 提升上来 做股票 你要记得 勇者无拒 智者无惑 诚者有幸 忍者无敌 股票市场 你不要说无敌啦 至少你要懂得什么叫做无惧 什么叫做不惑 简单的说 其实你想要成为操盘高手 唯有学好技术分析 方能够不惑不惧 甚至更知道 什么时候该贪 什么时候该恐惧 该贪来的时候 你也知道该低档布局了 对不对 该恐惧的时候 你知道要居高思维了 这样做股票 你才能够成为赢家嘛 当然我说 我知道你会说 难就难在这里 就是看不懂技术分析 没有办法预先做好规划 所以才会跟着人家 在那里追高杀低 所以我说 你为什么需要加入 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因为你会看到 极品操盘团队 我们的使命在跟责任 就是在帮助 每一位会员朋友 运用技术分析 精准地掌握 规划未来的行情 去做出正确的操盘决策出来 我不敢说 我每一天指数涨跌 我都能够猜得到 但是大盘 关键的转折 你会发现 都几乎在 县荣老师的掌握之中 没有跑掉 对不对 你会看到 就像去年股市 上到万点的时候 多少头顾老师 这阵子都在叫他放空 去年万点 你去问问他 他在做什么 叫你全力买进 还会再涨 对不对 那时候 我是告诉大家什么 去年四月份 台北股市 上万点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叮咛大家 这里要空落多强 这两天 除了股票 又转弱讯号 开始陆陆续续 获利了结 也建立会员朋友 新增空单部位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看到 大盘要来做回档了 对不对 也把我人生 有几次难得 见到万点 也是难得一遇的空点 男生 有几次万点 可以放空 对不对 所以去年股市 上万点 都叮咛大家 这里该是股票 或陆陆续续 获利了结 建立空单部位的时刻 也跟大家预告过 那时候行情跌下来 会跌到哪里 一路建立大家 多保留一点现金 等到十年线附近 再来拼大的 好 等到行情真的跌到十年线了 而且还是来了两次 对不对 第二次 一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在害怕 台北股市杀到七千六 七千七 怕这要死 怕什么 怕国际油价 在那里 这个大跌 道琼工业指数 也在大跌 对不对 全球股市看起来 哇一片惨绿 台北股市呢 杀到七千六 七千七 我说这时候 已经回到十年线以下 看似弱势的时刻 已经到了底部 低档的底部区 该是拼大的时候了 所以当时 十年线 七千六 七千七附近 都建立会员朋友 把握机会 拼大的 然后呢 也包括了在 当时台北股市 开始慢慢涨上来 还在八千点以下 七千九百多点 都跟大家在叮咛 国际股市那时候 还在跌 但是利空已经顿化 台北股市 准备进入到 初升段 技术面已经告诉我 大盘顺利 渡过了末跌段 脱离了底部区 要进入到初升段了 所以建立 还在观望的会员朋友 多头火速归队啊 趁着指数 还在十年线附近 拼大的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县荣老师 不是像其他 头顾老师一样 要么就死多头 拼命告诉你做多 要么就死空头 拼命告诉你做空 该多的时候 该全力出手的时候 拼大的时候 我会带会员朋友 全力出手 对不对 该低档休息的时候 该高档休息的时候 该居高思维的时候 我也会提醒你 该居高思维了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跟责任 当然如果说 你需要这样的一个 操盘团队来帮助你 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 邀请你来加入 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那接下来的行情 当然指数开始 一步一步 按照预期的反攻 下一步何去何从 时间关系 如果投资宝 真的关心大盘指数的话 欢迎大家 到我的Facebook 粉丝专页 每天收完盘 我都会针对大盘 最新的价量结构 三大反燃的一个动态 针对指数的部分 给大家一个 更完整的报告 跟评估 那盘中 我还是叮咛大家 做股票 我们最重要 要成为赢家 还是看盘的重点 必须要先去掌握结构 要去赚钱 最重要的关键 要去做好 太弱则强的动作 弱势股 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产业趋势下滑 业绩在衰退的公司 该出还是要出 面对指数涨 一样都可能赔钱 就像这一波 大盘现在 已经连涨了 六天的时间 对不对 指数连涨六天 可是所有股票都涨吗 不是哦 我们看到 今天 这里面看到 3383的一个新世纪 股价呢 指数今天已经涨到 9200了 居然又跌停 跌到多少 2.4亿元了 你会发现 指数的部分 连涨了六天 它这六天 股价不但没有涨 还是天天 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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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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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六根的跌停 对不对 这个部分就证明两件事 第一个 弱势股真的买错了 报错了 该换就要换 不然指数涨 真的一样会赔钱 第二个 那弱势股 不是现在才知道 我不是现在才来跟你说 新世纪要赶快跑啊 现在要跑 也跑不掉 来不及了 对不对 我们在8月15号 有观众朋友 call in进来的时候 就已经叮咛 业绩它持续在亏损 下滑 毫无起色 技术面也是属于 相对弱势股 建议要换股操作 你看到 之前还有五块多可以跑 现在剩下2.47 指数就算涨 一样腰斩啊 对不对 这些其实弱势股 可以事先来做知道的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您针对手上的股票 有任何疑问 不知道是强还是弱 有没有大户在出货 有没有转弱的危机 会不会像新世纪这样 指数涨 一样回赔钱 没关系 我们都欢迎利用 我们的免费咨询专线 0800-868-365 打电话进来之后 留下您的基本资料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 我都会亲自 针对这个 您手上的持股 有这个当基本面啊 还有这个筹码面 技术面 做过仔细的评估之后 节目当中 再来跟大家做一个回复 做一个最专业的报告 好 那接下来的行情 还是叮咛 当然指数开始要上去了 这时候 重点 我们还是提醒 还是一样 不要去乱枪打鸟 看到什么涨 就要去乱追 很多投顾老师都这样 为了要在电视上 做绩效 每天变不一样的股票 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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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换啊换啊换啊换 VR涨 AR涨 就跟你写 AR VR的股票 涨停板 这阵前阵子 钢铁原物料涨 就带你去追钢铁 这样会赚得到钱吗 当然只继续想一想 很多投顾老师几个月前 带大家去追AR 现在都不提威胜了 不提薰剧科了 不提经电了 对不对 那又去带你去追原物料 这样的这个做法 我只能够跟大家说 你放心 加入现龙老师的一个会员 绝对不会这么做 那我只会带大家锁定 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具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检视筹码面 大户在进货 技术面有转强讯号出来的股票 这样子股票 我才会锁定 来带会员朋友来做操作 那这时候 我还是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的 还是在新能源车 还是在汽车安全配备 现在我们看到 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丰田 已经准备怎样 进军到大陆的 纯电动车市场了 要知道 包括丰田 包括日本的马自达 它其实之前 对整个电动车的市场 都还是怀疑的 但现在呢 已经开始跟进 已经都要来发展电动车 这代表什么 新能源车的时代 大成长时代 已经正式来临 外资报告评估 高盛预测 在未来十年 成本电动车 将持续下降的情况之下 全球电动车 年销售量 将从2015年的25万辆 增加到 2025年的400万辆 这是个呈现什么 十倍数的成长 现在路上还很少 未来会很多 那这样爆发性成长的股票 这才是我们要的嘛 对不对 那也包括了这当中 电动车 数量大幅度成长 电池的市场规模 都会大幅度增加 这都是我们在未来 持续锁定的商机 也包括了美国车辆 将全面安装 自动刹车系统 2022年9月份 美国销售的新车 几乎都会有这个东西 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 各位投资房 更是我们持续 在锁定的重点 很多股票 已经在这个地方 开始来做发动 包括起机 这个月初 11月3号 才提醒投资 我们会员朋友 跌到半年线 小破一下之后 就准备展开一个大反攻 现在呢 起机 小破一下 半年线 最低跌到80.9之后 今天已经拉高到 90块以上了 对不对 明太之前16块多买 23块以上 纯束出勤 获利入带之后 股价跌跌跌到 16块多 但最近 一个翻身上来 这也大概是个 成功的站上的月线 大涨了超过 16%的幅度了 对不对 英锐 11月9号 在我脸诗上面 大盘重挫274点那一天 叮咛大家 技术面已经在做转强了 股价现在呢 从39 一翻上来 哇 就涨到48块了 再来长元科 也从38块 大涨到50块6了 你们发现 一档股票 一档股票 正在强力翻身 再来 还有什么股票 值得留意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成通投顾 接听超凡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尊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参的产业观点 恰情出现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通投顾高老师 集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 2752 5868 02 2752 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成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投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制兆 带您领先东西市场 稳介货力 独往独立 成通投顾 值得托付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 一个疏忽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 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试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障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台北股市现在连涨六天之后 先叮咛大家 那未来在下半周 还这个未来两天的时候 指数可能在连涨了六天之后 又会有一个小拉回的走势 但这个拉回如果是价跌 量缩 融资又减 而外资手上的指数 仍然是多单部位抱在手上 这个拉回又是一个 让你好好把握 如果你错过了之前 大盘杀到半年限以下 八千八八千九百点 低档布局 人气我取的机会的话 这个机会接下来的拉回 你就一定要好好把握 另外一个逢低布局的机会 那为什么呢 做股票我都一直叮咛大家 你不要涨的时候才来看涨 跌的时候就看跌 永远在追高杀低 要懂得帮未来的行情规划清楚 就像这波的行情 还记得11月11号 大盘三天之内 两度重挫200点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再三强调 别人恐惧时要懂得贪婪 我说这波的下沙 就跟6月24号 英国公投意外脱离欧盟 对不对 台北股市盘中暴跌302点 收盘大跌199点 杀到8374的低点一样 那天我跟大家说的是什么 来各位投资 来回顾一下 这是6月24号 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 那天盘中大跌302点 收盘重挫199点 盘中最低杀到8374 为什么 因为英国民众公投 决意脱离欧盟 大家担心金融风暴发生 那我说的是什么 记得波段上涨之前 必有利空集叠 利空集叠过后 往往就是一次 人气我取低档布局 准备迎接另外一次 波段上涨的机会 所以当时 是不是告诉会员朋友 把握人气我取低档布局的机会 结果呢 有跟着我们 相信我们的投资朋友 后来大盘指数 从8374 不就一路涨 涨到9399 涨了足足千点的行情 那我只能够跟大家提醒 如果错过了上一次 千点的行情的投资朋友 这一次的机会再来了 记得一定要好好把握 记得人生千金难满 早知道 人生没有后悔要 不想要事后才来说早知道 不想要事后才来后悔 当下就要下定决心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 一粒种子开始 今天来跟着我们 拨下希望的种子 明天就能够去享受快乐的果实 那接下来 我会请大家好好跟着我们 锁定未来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具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我们只会坚持 筹码大户在进货 技术面低档转强出来的股票 我们才会带着你买 绝对不会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到处去追逐 当下看起来快要涨停的股票 那这时候 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还是提醒 现在包括丰田 包括马自达 都已经从怀疑到跟进 开始要发展电动车了 你还在怀疑吗 你还在等待吗 好好去想一想 美国车辆都要安装自动刹车系统了 现在还没有 未来几乎都有 这不就是未来三到五年 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你要去掌握这个新能源车 自动驾驶车 大成长时代来临吗 那如果说去年投资炮 错过了我们的至今 还记得我们的至今 不就是当时看好车用电子穿戴装置 带动它的业绩大幅成长 股价也还在指数 还在月线季线以下的时候 就发现已经领先大盘 站上月线季线 开始出现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后来带着会员朋友 大涨一波 赚到这个波段利润 那新的黑马的部分 当然我们在这边 已经开始帮大家来做锁定 像这样的股票 当指数还在月线季线以下的时候 股价已经领先大盘 站上了月线季线 不就跟当时的至今一样 又有机会站在起降点上 准备来一个大波段的操作吗 准备掌握一个大波段 获利的契机吗 记得千金难买早知道 人生没有后悔要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 一粒种子开始 今天跟着我们拨下希望的种子 明天就可以享受快乐的果实 错过去年至今 自身科这些大波段操作 好股票的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好好把握住这一次 人气我取低档布局 新的黑马即将发动之前的一个布局机会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来做联络 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成功投资 成功投资 千名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专专专专专专业用心 重存进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 0227525868 27525868 成功投资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成功投资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成功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功投资 值得投资 赢了2752 5868 以上是记者少庭 在街头的采访报道 记者目击一场车祸 由于两台机车相撞 造成三人受伤 车祸主要的原因 是由于跑车并排停车 小姐小姐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并排停车 我只是要去买东西 一天下而已啊 我也不知道 这么严重啊